大家看这边好多盆白菊 都是在我们福建来说 想都不敢想的 真的 你要是在我们福建养这个的话 真的你会 神经病都会养出来 但是在昆明的话 你看就轻轻松松的 这个路养也是很漂亮 不得不讲一句心理话 你有些品种的话 你就是只能养在昆明 只有养在那边才会好看 其他城市你根本就比不了 养得好和可以养 是完全是两码事 这个物比物会气死 人比人也是会气死的 我们有些话语朋友 可能养的是挺多的 一养看上去 一大片全都是 结果一大片全都是大白菜 那有些话语朋友可能又觉得 小语老师 你要求不要那么高 可是每个人都是有审美的 如果是我 我养成这个样子 我干脆我就不养 因为我觉得不好看 咱们又花钱 又花精力 又花时间 结果又没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当然话语讲回来 你自己喜欢就可以了 可是我是卖多肉猪 是不是教人家养多肉植物的 我肯定也有自己的一个标准 所以说在这边 我也是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没有一个好的环境 没有一个真的好的 这样的一个气候 我觉得你可以养养其他的植物 也是很漂亮的 像小语老师养一些仙人球 就很适合那些夏天 对不对 天气很热的一些城市 对吧 有些多肉植物 你养护的过程中 你真的是需要照顾的 你看像这种多头的 对吧 你时不时的你就要看一看 杆子会不会烂呢 对不对 时时的要去观察 像这些杆子很细的 对吧 我们都是要细心去照顾的 不是说你放在那里 晒晒太阳浇浇水 它就可以长得这么漂亮的 哇 你们看这盆多肉植物 漂亮漂亮 你们知不知道 它叫什么名字呢 如果知道的话 记得把答案 写到我的评论区里哦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